8月30日晚 夜空将现2023年第二次超级月亮 超级月亮是指满月时 月亮正好位于近地点附近 因为此次还是一个月内的第二次满月 所以又被称为蓝月亮 意味着它跟地球的距离是有近有远的 所以最大的月亮跟最小的月亮 它的视直径的差距大约是14% 每年大约都能有12到13次的满月 如果满月发生的时候 月球正处于近地点附近的时候 就是我们俗称的超级月亮了 西方它把一个公立月中出现的第二次满月 称为蓝月亮 但实际上蓝月亮发生的时候 它月亮也不会变蓝 因为蓝月亮在英语里面 它有罕见的事情这个意思 有可能一个公立月中连续出现两次满月 比较罕见 所以他们就把这个成为蓝月亮 专家介绍 相较于月初 30日的超级月亮是先到达近地点 后为最圆 视觉上将略大于月初的超级月亮 我们公立是30天或31天一个月 然后在以月项为指导这个农历上面的话 一个月亮的说望周期大约是29.5天 所以的话像这样一个公立月中出现两次满月 基本上两到三年就会出现一次 本月初也就是8月2号这次满月 它也是一次超级月亮 满月时候它跟近地点相差大约11个小时左右 它的视直径是33脚分39脚秒 30日这天这次超级月亮 虽然它望的时刻是第二天 也就是31日的上午9点35分左右 但是我们在前一天晚上 也就是30日晚上观测的时候 月亮正好过近地点 所以它比2号那次的11个小时更近 它的视直径能够达到33脚分47脚秒 所以这次满月也就是今年最大的一轮满月 此外超级月亮之夜土星也会伴随在月亮身边 当月亮升出东方地平线时 土星会逐渐在月亮左边现身 和月亮相距五六度左右 太阳落山月亮升起 届时向东南方看就可以了 一轮很大的满月在出生的时候 大约会微微地发红 然后等到它的高度越来越高的时候 就会呈现一种亮白色 整夜可以观测 32当晚的话 我们除了能看见超级月亮 在它的周围能看到图形 同时我们可能在等到稍晚一些 比如凌晨前后的话 能看到木星从东方的地平线上升起 这两颗行星的亮度都比较亮 也比较好辨认 在城市中也能够看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